第一个7月6号蔡总统说 7月底这种率20到25% 就在同一天 我们的疫苗预约系统也上线 各位同一天啊 真的是同一天 那根据刚刚 宾哥亮哥的分析 很简单你就可以理解 这个疫苗预约系统 它当然是希望可以冲高嘛 冲高这个疫苗的施打率嘛 让疫苗覆盖率能够达到蔡总统 在7月6号提到的7月底的接种率嘛 但我要说 这个方法本来没错 如果今天我们的政府真的是 上来预约就有得打 上来预约厂牌任选 那你要达到这个数字 绝对没有问题 你做这个网站 也绝对没有任何 Y7扭8的目的 但对不起我们就不是这样 上来预约你也不一定打得到 上来预约疫苗厂牌 你也不能任选 如果上来预约就打得到 上来预约我能任选 你想想看 这个所谓的登记的比例 是不是会非常高 大家抢着打嘛 对吧 但是如果上来预约不能选 上来预约也不见得打得到 选就算打得到 可能也是我不想打的 它的比例一定会下降嘛 如果它会下降 那我要怎么办 我要想方设法 拉高 拉高 让你来登记 骗你来施打嘛 所以我就直接告诉你 四个方法叫做 偷 拐 抢 骗 委外的网站 找不到标案 叫做 偷 告诉你说 可以选疫苗 告诉你说 先上来预约 就能打得到 搞了半天 疫苗不能选 上来预约 你也要长幼有序 叫做管 上来预约了 对不起 你以为可以打M牌 但陈时中呛名了 你只剩下A牌 要打就打A牌 没有M牌 才让你选 要等M牌 慢慢等 这不是抢到 不是在抢你嘛 骗 明明就6.3万 你就给我报个130万 如果6.3万 你报成63万 我也就算了 你给我报一个 19倍的差距 我真的不相信 这是系统出问题 因为你那么聪明 旁边各个都是高学历 医生啦 部长啦 什么组长 那边指挥官 那边副指挥官 没有一个人觉得这个数字有问题 我不相信 这就是偷拐强骗 来 直接进下一张 直接进下一张 来 刚刚我们一直在讨论 这个所谓的疫苗覆盖率 到底算法是什么 我先来带你看 陈时中今天的说法 全世界 仅此台湾 仅此这个人 来 他说 包含美国CDC 纽约时报 日本独卖新闻 都是用这样的计算方式 什么计算方式呢 就是 计次人口比例 这是什么意思 我等一下跟你说 他说 如果用这个方式来计次人口次 有没有 这个 如果用这个方式计算的话 阿联酋是161 以色列是120% 美国是110% 那我们两种都会呈现 那以表达目前第一剂 和第二剂的情况 那目前第一剂的疫苗涵盖率 是 7.02 次 计次人口比是 17.39 这就是刚刚亮哥说的 其实 没有差很多 但未来 动点手脚 他可能就会差很多了 他可能就会差很多了 好 你一定好奇 什么叫做 计次人口次 什么叫做 第一次 第一剂疫苗的覆盖率 什么叫做 施打两次疫苗的覆盖率呢 来 我很简单的告诉大家 一般国际 这网站上都查得到 国际网站上 SDA 还是很多 国外的网站 在帮全世界各国 计算他们 疫苗 跟人口之间的比例的时候 都是这三个数字 这个就是 陈时中要用的 蔡总统教他用的 叫做 计次人口次 简单来说 就是疫苗 总施打的技术 对上你的 总人口数 换句话说 在这个数字里面 他没有办法呈现 打两剂的人 你懂吗 一个人 打两剂 但他只算 你打的技术 所以在这一个计算里面 会变成 两个人 如果你打三剂 那就会变成 三个人 都打了一剂 这样你懂我的意思吧 比如说 比如说 今天有五十个人 要打疫苗 这五十个人 打疫苗里面呢 其实 有十个人 他接种了一剂 有二十个人 他接种了两剂 所以总共加起来 施打了五十剂 对吧 可是打到的人 十加二十 才三十个人 但对不起 他不算三十个人 他算五十剂 所以这群人 他的第一个 这个技次人口次 会变成百分之百 懂我的意思了吗 有十个人打两剂 十个人打一剂 有二十个人打两剂 那二十个人打两剂 就是四十剂 四十剂加上 十个人打一剂 就是十剂 那加起来 就是五十剂 那其实五十个人 里面 只有十跟二十 三十个人打疫苗 但对不起 因为我算的是 剂次 一剂一剂的算 所以会变成 在这五十个人里面 明明只有三十个人 打疫苗 但他的剂次人口次是 百分之百 所以这个数字 会是最高的 再来 就是我们知道的 至少接种一剂的数量 跟总人口数 再来就是 完整接种完两剂的 这个数字 跟总人口数 这样你懂了吗 会有这三个数字 各个网站都一样 你去看 他会划线 所以第一个 一定是最高的 我直接举数字 给大家看 你会更清楚一些 来我们来看 直接用数字来算 我们假设 来又正算给你听 你喜欢听我算数 对不对 来仔细听 假设中天国 这是一个小国家 里面的人口 是一百人 有一百个人 然后呢 我们总共施打了 一百二十剂疫苗 是打下去的疫苗 已经打完的 有一百二十剂 所以 一百二十剂疫苗 我打在一百个人身上 比例是多少 百分之一百二 一 什么一 就是这个 这边 这个就是一 就是剂次人口次 所以 我一百二十剂疫苗 打在一百个人身上 不管当中 有多少比例的人 是打两剂 或只打一剂 我不管 我就是一百二十剂 打在一百个人 那就是一百二 这是第一个数字 那假设 我拨一百剂疫苗 其实当中 有八十剂疫苗 一百二十剂疫苗 有八十剂疫苗 我是 放在 一个人身上 打两剂 让一个人打两剂 所以有八十剂疫苗 如果 施打在一个人身上 是两剂 那 施打两剂的人口比例 疫苗覆盖率就是 百分之四十 也就是三 哪一个三 这个三 这个数字 懂了吗 好 继续来看 我刚说了 我八十剂疫苗 拿来 每个人施打两剂 总共打了多少 四十个人 那八十剂疫苗 打在四十个人身上 每个人打两剂 我还剩多少疫苗 前面这里是一百二十剂 对不对 我打完八十剂了 所以我剩下 四十剂疫苗 那这四十剂疫苗 我给四十个人 一个人打一剂 一个人打一剂 所以在中天国 这一百个人里面 打了一剂疫苗的 就是四十个人 所以 它的比例叫做 百分之四十 对吧 打两剂的是百分之四十 打一剂的是百分之四十 所以至少打一剂 就是四十加四十 八十 就是第二个数字 以中天国来计算 你就看得很清楚了 至少打一剂的 百分之八十 打了两剂的 只有百分之四十 但如果用剂次人口次 那是百分之一百二十 这就是差别 所以为什么世界各国 在讲所谓的疫苗覆盖率 要么就是用百分之四十 叫做施打两剂完成的人 要么就是用百分之八十 叫做至少打一剂的人 没有一个国家是用这个数字 这个数字 他们只是拿来当成 疫苗计算的一个参考值 但绝对不会等于 我国的疫苗覆盖率 可是现在在台湾 陈时中告诉我们 这是总统的意思 这是总统的意思 他7月13日还是公布下面那两个 对对对 他还是公布下面这两个 还是公布下面那两个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上面第一个 我们就要看上面第一个 因为今天有很多人表达不同意见 所以他就说人口覆盖率 两个数字都会一起发表 因为你下面那两个都是人口覆盖率 那个都查得到 一个是一针的 一个是两针的 一个至少打一针 一个打两针嘛 对对对对 然后陈时中这个说法 当然没有人能够接受的 我们都听得懂啊 我这样讲你应该也听得懂